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进 你 你 你怎么把我的心理都搬到你家来了 因为你以后要住这儿啊 我住到你家来 来看看你未来的家吧 我跟老金头已经说好了 就是我爹 我们俩情投意合已经同居 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顾家三儿子 既然是命定的缘分 那这双婚事我们就定了 我 我虽然答应跟你结婚 但 这件事情 可能还得再 等一等 等什么等 责日不如壮日 我这就通知秋比 明天把我会议都取消了 然后我们俩就去登记结婚 明天 明天 恐怕不太行 日子 还没到 你放心吧 我查过了 明天是个好日子 阳晨即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还没毕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大学生没毕业是可以结婚的 放心吧 我 我还没到法庭婚礼 在你成年 不是 在你达到法庭婚礼之前 你就先住这个房间 不许踏进我的房间一步 我其实 还有一个礼拜就买 这不是一个礼拜的问题 顾同学 我都已经成年了 快十年了 到我这些天 我居然对着你跳一个 连法庭婚礼都没有到大的 小朋友上蹿下跳 我们也就差五岁 这也不是五岁的问题 五年前 我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但你还没成年 你连高考你都没有考 不行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金小姐 我又不是微成年 容容选定的结婚对象 还是个学生啊 不光是个学生 还是个未毕业的大学生 我看哪 这里面一定是有阴谋 他认得阴谋 以他的脾气 估计这就是应付金等的谎话 新日荣荣结婚 是不是在搞联姻啊 这事关你在金家的地位 你都没有用 你是个偷我创业 让我背锅的垃圾 别让我再碰到你 梁晶晶你 对不起对不起 站住 这是谁啊 公司 公司实习生 梁晶晶 你来这儿干嘛 问你话呢 我走 我走 你们说错误了 你 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能怕了 他听了多少 要不要把他 我们刚才有说什么 我 我们好像 说 说什么 喂 崔毕 老金童要是问起来 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我懂 不能让金童知道 顾同学还未满二十二周岁 没有结婚资格 要让金童知道 你俩非常的恩爱 如胶似气 对吗 懂事 别动 这 蓉蓉让你怎么骗我的呀 小金总怕你安排其他相亲对象给他去 所以让我跟您说 他跟顾同学 非常恩爱 如胶似气 男孩子住在别人家 记得保护好自己 咱们小金总的第一次恋爱有点 不太像恋爱 但相思 我看不见的吧 给你看看这是什么 金总 这是您拍的呀 怎么样 甜吧 甜 甜 小顾这孩子啊 我大小就喜欢 以前呢 心里总是过不去那道坎 毕竟 蓉蓉比她大了五岁嘛 嗯 可是现在你看 她们俩在一起 多般配呀 金总 如果我告诉您一个 有关小金总和顾同学之间的秘密 我能找公司吗 百分之二十 小金总和顾同学在您安排相亲之前 已经见过了 他们已经回家 ony 小秋 求别啊 想不想多加一点年钟奖啊 六 九年义务教育 较 三年高中 较 四年大学 这怎么都到法庭婚礼了吧 她不会是想反悔 故意骗我的 还是个学霸呢 人长得帅 字眼线挺好 这么点钱 这么可怜 姐姐给你打钱 师父宝到账 十万元 不会藏在枕头下面吧 郭聪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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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是个人 郭聪贝 钓烦 咖啡 口袋 口袋在哪儿 口袋 口袋 你再少少 夕阳交入划过了天际 想过去了你千百万里 会不会是星河的秘密 等候星空也不留痕迹 幻想我们距离 无法定制想你 你和我之间好像懂了个关系 带你去银河西 聚落在你眼里 不管今晚你也要去星空旅行 云朵头喝了我无定的酒 微醺着被晚风沉走 一不小心撞到你的胸口 悄悄藏在了星星背后 我用世界和生命去等候 等候你之间划破星空 永不敬 静回来